艺人侯怡君之前有参加了铁人赛 他累坏了 所以特别有段时间是跟制作单位来告假 请来歌手张秀卿来主持 没想到好强的张秀卿 他在节目上拿出了照片 跟八点档的女神白佳琪要来比美 另外已经晋升制作人的歌手周志平 也当场来献唱经典的歌曲 拥有歌手和制作人双重身份的周志平 一登场就带来成名作品青梅竹马 好听的歌一首怎么够 台语知名制作人江志峰也来参与咖 和周志平合唱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让现场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不过富含意境的歌词 灵感来源却让节目主持人叠破眼镜 你什么情境下怎么会写这样的歌曲 说起来不太浪漫 因为我是在看完至尊大爆笑的时候写的 他一开始都是有很美的画面 然后过一两分钟那个笑的转折才出现 八点档女神白佳琪最近好忙 主持节目演出校园偶像剧 还得跑综艺通告 刚好碰到来代班主持的张秀卿 这下两个女人尬上了 校园偶像剧爆红 白佳琪GINO人气串更高 和主持人之间的斗趣互动 也成为戏迷茶余饭后的话题 米之新闻综合报导